民運人士王丹是被控性騷 那麼今天被害者這個李先生是出面說明 他表示說在九年前跟王丹一起去美國的時候 是被王丹強吻還從背後用力抱住 但你來聽他的最新說法 6月6號那個晚上 因為我們在飯店裡面 我們是住在同一個房間 我跟他的謝姓助理還有他本人都住在同一個房間 那天晚上他謝姓助理先出門 出門了之後王丹他就走到窗邊 然後看著我說 為什麼我一直在用電腦 為什麼來到紐約第一次來 不看看外面的風景嗎 我心裡就在想說好沒關係 我就敷衍可能就過去看一下 但我沒想到的是 我走過去要看窗邊的風景的時候 他就從後面用力的抱住我 接著開始強吻我 吻了之後呢 他就把我推到床上 然後繼續強吻 甚至意圖想要解開他自己身上的衣物 我當時其實非常非常的震驚跟害怕 因為我沒有想到一個前輩 一個名人 一個政治 可能或許過去是明星 他竟然會對我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我很害怕他接下來要對我做出其他更深入的事情 所以我跟他說 我一個臨場反應 我跟他說 老師請你不要這樣子 我剛動完手術 我可能不方便 那可不可以老師先不要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 你們都 為什麼王丹你可以 為了那位當年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為他發聲 繼續帶著這樣子的光環 踏著那些曾經在中共強權強暴之下 犧牲的人們的靈魂 站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人權 你可以關注他們的人權 追求這些民主自由 可是我現在面對你 我現在面對王丹你 我就像是那個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我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一個不小心 我有可能就會被你這台坦克打死 你比我有太多的詮釋 你有太多的光環了 你的手甚至可以伸到政治或是學術圈裡面 對我進行打壓 可以聽到李先生是還原了整個當事的情況 而且他也把當時的照片拍下來 並且跟他現在這個王丹 在臉書上透露的一些房間狀況 做一個對比 證明說他自己就是被邀請到這個王丹的房間裡 另外他也對這個王丹喊話 表示說希望他在6月6號5月前 出面說明並且道歉 否則他就要進行告訴